各位頂姊妹,大家好 我們有一部份的頂姊妹在參與一年的讀經計劃 我們每一天都會讀幾張的經文 在3月26日我們所讀的經文就是文書記第28章到30章 我們大家看到在這個文章裡面 是講到憲制的條例 以及我們是講到在聖經講道許願的條例 其實從文書記第28章到30章裡面 其實我有兩個不同的體會是什麼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體會就是禮儀好像很枯燥無味 但其實你發覺在聖經裡面 特別是摩西五經 經常說他們要堅守著上帝所吩咐他們要守的禮儀 或者包括他的節旗 其實背後有很重要的意思 就是叫以色列文直接守折旗 來紀念到神 來對百姓的信實和慈愛 其實有時候問一下我們用什麼方法去記住神的恩惠呢? 我們每一個禮拜 每一個禮拜我們來到崇拜 都有一些適當的禮儀 其實每一個禮儀後面都叫我們去記住上帝的恩典 所以每一個地方信仰的表達 其實可能有一些重複的東西 但是讓我們在重複的東西的後面 去記住上帝有他的教育的方案 就是要我們去記住上帝的恩典 有時候我們想一下自己 可能我們很容易忘恩負義 忘記了想上帝怎麼來到他曾經去愛我們 其實原來忘記都是一件幾大錯的事 所以求助幫助我們 第二個我看到的一個經文裡面 其實信仰和生活的結合真的不能夠分開 這不是周末的事 信仰是可以滲透在我們的一年之中 所以我們去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真的已經在信仰主之後 就覺得我們不需要有任何的事情去遵守 我們很自由 自由到一個地步 我們不知道究竟我們應該怎樣和神建立有什麼好關係 這是我從文素記第28章到30章裡面 主要我自己去看到的一個在節記裡面 去應用在我們今天的生活當中 祝福大家 我們繼續去看這個聖經 一起去讀完這個一年讀經的計劃